耶誕節很多人會玩交換禮物的活動 有網路平台追蹤了最近的一年來 朋友熱意的交換禮物品上 統整出了人氣還有地雷交換禮物的前五名 而當中最不受到歡迎的就是馬克杯了 有網友說通常大家的家裡頭有很多的杯子 收到最後也是放在旁邊擊灰塵 那麼另外最受歡迎的人氣禮物 則是相分物品 耶誕節快到了不少人會找來三五好友 舉辦交換禮物 而民眾最不想收到的禮物是什麼呢 大然後又不實用的吧 什麼花啊之類的啊 然後又很大然後還要自己看回家 我覺得男生我都不太喜歡的圍巾 泡麵一香 很看個人的聲明我就要實用吧 有網路平台追蹤近一年網友熱議的人氣和地雷 交換禮物話題討論聲量做出統計 結果發現最受歡迎的人氣禮物前五名 依序為香氛 食物 香水 蠟燭以及護手霜 而最不想收到的地雷禮物則是 馬克杯再度穩坐 冠軍寶座 其次則是衛生紙還有衣物 玩偶和面膜 就給我現金就好啦 直接紅包來 潛水用品 又沒有在潛水 最想收到的應該是護唇膏吧 因為這是每個人都會用到的 今年最夯的禮物以3C小家電和香氛為主 那學生族群跟上班族群又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學生族群他們的交換禮物預算 大約會落在500塊錢以內 禮物喜好見仁見智 畢竟交換禮物只是聚會中的一個環節 最重要的還是感受大家團聚的歡樂氣氛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大 那